专达自白家号作者 宗批只看球不少NBA的球迷对美国小戴山家族这个名称都不陌生 相信大家在关注自己喜欢的球星时 最不希望看到的除了他们在比赛中受伤以外 还不愿他们与卡戴山家族的女人交往了 从亨福里斯开始到如今的姓蒙斯 不知有多少球技出众 天赋一丁的球星陨落在他们手中 卡戴山家族的魔咒在NBA联盟一直无法被打破 可是不少球星明知卡戴山家族有毒 为何他们仍然对与这个家族的女人交往的此不疲呢 就让下面这三位来给你答案吧 一、年姆斯·哈登 哈登是球场上赫赫有名的花花公子 他靠强壮的体格和充满强烈欧洲球风的球技 在联盟从一名第六任成长为如今的超级球星 在2015到16赛季 哈登与卡戴山有过长达一年的蜜月期 那个赛季哈登的状态备受人们的质疑 不过也是在那一年哈登与阿迪达斯 签下了一份三年两亿美元的代言合同 柯勒卡戴山靠家族的影响力和赞话题能力 帮助哈登如愿一身进入联盟一线巨星之恋 并且柯勒卡戴山的身材非常符合大胡子的审美观 两人在一起时极为恩爱 二部雷和格里芬 白魔兽在上赛季也是敌拟了一整个赛季之久 究其原因与卡戴山小妹战的密切相关 不过阿娜与格里芬交往并不是看中了她的资产 颜值就更谈不上了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应该是NBA球星自带的流量和热度吧 珊娜作为世界年收入第一的模特 年仅23岁的她身价已经过亿 年收入约了2200万美元 格里芬月珊娜交往 贺源获得了快船 提供了一份五年一点七亿美元的贺源 相信这个与珊娜有一定的关系 小编在此不得不感叹卡戴山家族的袭击能力 难道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吗 3. 亨福里斯 亨福里斯作为NBA里第一位受到卡戴山家族荼毒的球员 可以说如果没有与金卡戴山的婚姻 不会有很多球迷记住这位联盟的过客 2011年夏季亨福里斯 只付2000万美元与金大季完婚 可惜人感令人羡慕的一对神仙眷侣 仅在一起生活了72天就已分手告终 如今的亨福里斯已经退役 虽然生涯没有亮眼的数据和荣耀 却依然能够为人铭记 退役后的亨福里斯如今生活美满 新女友不仅有着完美的身材 还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叙马师职业 亨福里斯的家族产业 如今也是谁长船高 他父亲名下的连锁汉堡店如今在美国已经开了2000家 可以说其中有卡戴山家族话题度的一份功劳 不得不说NBA球员与卡戴山姐妹交往 并非百汉而无一例 这些与卡戴山交往过的球员 如今不论是名气 曝光度还是身价都有不小的上涨 相信这些都是球员 门热中与他们交往的原因 至于谁能成为连锋里脚戴山魔咒的钟 接着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